秦晨冷哼一声 其实啊 他有千百种方法可以躲避 可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不能做得太过了 身体之上 空间规则营绕着 硬生生地挪移开了树杖 同时一枪刺出 哼 旭东生胸口顿时又血光绽放 一棚鲜血爆出 再度出现了一道窟窿 旭东生被轰得倒飞出去 凄厉惨叫 这一击击中了他的身体要害 伤势比先前重得太过了 显露出了无比的痛苦之词 他爆发了实力又如何 哪怕是在燃烧真元 只要是击不中秦晨那便是枉然 反而的 秦晨仗着地兵 只要刺中他一枪 便能领他重上 他还没有强到无视地兵攻击的地步 所以他败了 刚才那是 空间鬼则 大长老和鸡道远等人目光一闪 面露骇人 身体颤抖 他们刚才看到了什么 空间鬼则 没错 一定是空间鬼则 否则以秦晨的实力 如何能躲开旭东生的必杀一击 姿子居然修炼了些微的空间鬼则 他们失声 喃喃的 难怪秦晨先前能不断地躲开旭东生的攻击 原来那小子除了杀戮规则之外 还修炼了空间鬼则 虽然比起杀戮规则来要弱了很多 但是应付旭东生这样的初期五帝 已经完全足够了 天地下 五皇强者便能吸收空间之力 掌握空间奥义 可真正的修炼出空间规则之人 却是少之又少 往往只有后期五帝级别的巨步 对规则之力掌控到了一定极致之后 这才有所窥探的 而现在 秦晨一个半部五帝 居然开始去触摸空间鬼则的领域 这是要逆天吗 至于其他的强者们 自然没有大长老他们看得那么明白 只是看到了秦晨重伤了旭东生 一个个目瞪口袋 天哪 这是要变天的节奏吗 这个铁牛爷太可怕了吧 比旭东生旭少 修为第一个境界 居然伤了旭少 妖孽得无法形容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变态 不 不 我还没办 旭东生怒不可 浑身心血 杀气迎天 还要继续战斗 够了 一道冷鹤声响起 是大长老出手了 出现在天空中 一巴掌将旭东生镇压了下去 大长老 所有鸡家人纷纷担膝跪地 恭敬行礼 年轻人 你成功了 老夫准许你 获得进入祖地洗礼的资格 准备准备吧 三天之后 接受洗礼 大长老看着秦晨露出了欣赏之色 哗的一下 大长老的话 让这一片筑地上彻底的鸦雀无声了 而后便是无尽的喧哗 成功了 这野人居然真的得到了大长老的承认 获得了进入鸡家祖地历练的机会 史无前例 前所未有 鸡家虽然现在对一些外来投靠的舞者十分看重 给予其中一些交交者进入祖地的机会 可是 在鸡家历史上 最弱的一名进入祖地的外来者 实力也有九天五地警 这是一个门槛 万古不变的门槛 然而 现在 却被秦晨给打破了 这本就是一种肯定 一种态度 大长老 远处 鸡道林飞绿而来 落在了大长老的身边 准备说些什么 但是 却被大长老直接打断了 不必再说了 大长老的 他看着秦晨的目光很是诡异 那是激动 是兴奋 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意味 走吧 最终 他说出了两个字 身形一晃 消失在了天际 哼 鸡道林扫了秦晨一眼 又不满地 看了一眼徐东生 也离去了 大长老走了 鸡家的诸多强者们也走 可场上的气氛 却依旧是淡定不下来 原本众人看向秦晨的目光是不满 是不爽 是不屑 是一种 后来者敢挑战先行者的敌势 可是现在 他们的目光都变了 变成了敬仰 变成了恭敬 以及承认 至于 旭东生啊 已经没人在意 他是一个失败者 不久前还享受着 无尽的荣耀万众 瞩目的目光 可现在 他被遗忘在了一旁 没人再想起 这便是武裕 这便是天武大陆 强者为尊 一旦你成功了 便无尽光环加深 但是 若你失败了 则被 推入万丈深渊 哈哈 鸡牛兄 恭喜了啊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成功的 姬如日 走了上来 神情激动地说道 以半部武帝 对抗普通九天武帝 这是他能做到的 可像秦晨这一般 以半部武帝 修为击败 旭东生这等武帝天骄 那他是自叹不如 这个妖孽 值得叫好 鸡牛兄 紫云仙子也走了上来 双手紧钻 美眸连连 他看着秦晨 目光之中 有道说不出来的情愫 说不出来的温柔 美人爱英雄 谁不是呢 秦晨虽然样子十分粗犷 但是 若是仔细打量 会发现 有一种 别有一番的味道 打理打理 似乎也相当的英俊 以前自己怎么就没发现呢 紫云仙子 只觉得身体里 像是有一只小鹿乱撞 砰砰的跳动 脸颊上 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片红月 娇羞欲低 一旁 姬如星 也眸光闪烁 脸上 表情十分古怪 似是钦佩秦晨 又似是 无法接受自己的心态转变 没想到你这小子 还挺厉害的嘛 他上前 嘟囔着嘴道 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实际上 心中 还在为秦晨先前的表现而激动 有着说不出来的感觉 秦晨的形象 在他的心中瞬间高大了起来 喂 那个 俺说 你们俩不会看上俺了吧 俺可告诉你们啊 俺是有主之人 虽然你们场地 还马马虎虎 不算太难看 可是俺不会背叛 俺媳妇如月的 你们两个想都别想啊 秦晨觉得两个人语气怪怪的 激忙开口 姬如星的脸色 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不是羞的 那是气的 大坏蛋 给我去死 谁会看上你这死业人 眼瞎了吧 姬如星气得暴跳如雷 一拳就朝着秦晨打过去 可是他又怎么能击中秦晨呢 手腕被秦晨抓住了 半个身子都掉在了半空中 那就好那就好 俺以为你看上俺了 吓死俺了都 秦晨一手拎着姬如星 一只手拍着胸脯 吓得够呛 仿佛先前和旭东升大战 都没这么害怕过 气死姑奶奶了 你这个野人 怎么不给我去死啊 姬如星气得哇哇大叫 手无阻挡 那眼神恨不得将秦晨给活劈了 紫云心紫脸一红 低下头来 生怕被秦晨看出自己的不对劲 呗呗呗 自己怎么能对这铁牛动心呢 自己喜欢的 不是盖世英雄 无敌强者吗 嗯 虽然这铁牛 似乎也满足了这些要求 可是铁牛这个名字 多土啊 而且 她喜欢的是如月妹妹 自己怎么能和如月妹妹抢男人呢 不对 如月妹妹 似乎还没有见过她吧 自己又怎么肯定 如月妹妹 一定会喜欢上她呢 说是如月妹妹 看不上这铁牛 那自己 岂不是就有了机会 紫云仙子心中纠结乱跳 也不知道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了 不过呀 有意中是肯定的 她内心隐隐气的 期待着如月看不上秦晨 那么她就能趁虚而入了 紫云姐姐 这种没教养的野人 就算是天下男人死光了 也不会有人看上她的 你说是吧 啊 紫云仙子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这才从遐想中回过神来 急忙点头 脸呢 却是红的跟熟透的苹果一般 还好 这时候啊 并没人关注的 好了 如兴 别闹了 铁牛兄 走 咱们去庆祝一下 鸡如日走上来笑着她 将鸡如兴劝了下来 为了结交秦晨 鸡如日发动了自己鸡家天骄嫡子的身份 很快 很快在秦晨居住的庭院中各种好酒好菜都端了上来 来 铁牛兄 我敬你一杯 鸡如日端起了酒杯 来 秦晨也端起了酒杯 心中却默默地 如月 我总算能进入足地了 你等着我 还有三天 而后 他将酒水一饮而尽 哈哈哈哈 铁牛兄果然豪气 鸡如日笑了起来 而后对鸡如兴道 如兴啊 你也敬铁牛兄一杯啊 大哥 鸡如兴鼓着嘴 现在他还有些生秦晨的气呢 大哥的话你都不听了 鸡如日故意沉着脸 来 约然 我救你一杯 鸡如兴拗不过 端起酒杯 不过 脸上的表情 是相当的不满 就跟秦晨欠了 他多少钱似的 喂 小丫头骗子 你叫俺啥呢 秦晨不爽了 野人野人的 还有没有点规矩 就是就是 如兴啊 对铁牛兄态度好一点 鸡如日道 同时对着秦晨尴尬一笑 铁牛兄啊 我妹妹啊 她从小就是这么调皮捣蛋 你别放在心上啊 放心放心 秦晨大大咧咧的 大舅子 俺怎么会和小姨子一般见识呢 大家怎么说也是一家人 小丫头骗子嘛 以后记得韩姐夫啊 听到没 至于大舅子嘛 秦晨又看向了鸡如日 你叫俺妹夫就行 啥铁牛兄的 多见外啊 鸡如日本来酒喝的一半 直接给喷了出 妹夫 这小子也太能顺杆爬了吧 他甘笑了两声 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铁牛兄 紫云救你一杯 恰好这个时候 紫云仙子站了出来 替他截了胃 紫云仙子身材恶懦 贫庭而立 樱桃红唇 清气 吐气如蓝 美眸固盼间 如秋水波动一般 十分地动人 像是会说话一般 他含笑看着秦晨 琥珀酒杯配着白皙玉手 焦香灰映 在灯光之下 更是显得气息透亮 好好好 来啊来啊 秦晨端起了酒杯 就见紫云仙子 美眸连连 似乎朝着自己 倾诉着什么 那眼神射人心魄 诱惑非凡 诶 秦晨似乎被吸引住了 宁神看过来 紫云仙子内心顿时意醒 这个小傻瓜 自己只要表现得主动一些 果然就被自己吸引了 想想也是 一个山里的野人 见过什么世面 自己只要是魅力 刻意展露一下 自然是无往不利啊 心中窃喜着 就听秦晨疑惑的 诶 紫云仙子 你眼睛咋了 怎么不停地 吵俺眨眼呢 眼睛进沙子了 要不俺帮你吹吹吧 紫云仙子 直接半杯酒 呛到了喉咙 气得不息 脸都涨红 什么眼里进沙子 这家伙是白痴吗 自己这么明显的暗示 含情默默的 曾经迷倒了多少俊男呢 感情这在他眼里 就是眼睛进沙子了 紫云仙子都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接下来啊 双方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同时呢 秦晨也开始打探如月的消息 他大大咧咧的 并不避讳 直接开口询问 姬如日似乎对着秦晨 十分的放心 知无不言呢 很快的 秦晨便知道了 姬家目前的情况 如今的姬家 情况十分复杂 因为和飘渺宫走得很近 而且在执法殿 担任高层的缘故 导致了姬家中 分成了好几个阵营 而那秦晨呢 所见的姬如日 父亲 姬道元 便是其中一个阵营的 除此之外啊 姬如日 也隐约地点名了 如月之所以会在祖地中 且没有参加道山之争 是因为忤逆了老祖的意思 结果被老祖给责罚 关押在了祖地中 并非是在祖地中修炼 这让秦晨心头有些阴沉 如月本来是姬家 最杰出的天骄 可以说 是姬家的掌上明珠 也不为过 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导致姬家老祖 竟然如此狠心 将他关押在姬家祖地 如月 你等着 我马上就来 秦晨心中默默说道 接下来三天 秦晨这边 到处都是有人来摆放的 秦晨也懒得理会 直接闭关 继续陷入苦休之中 触摸九天五地的境界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很快便到了 进入祖地的时候 秦晨兄啊 走吧 接入日 一大早便来到了秦晨的庭院 高喊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